他被称为90年代最优秀的科幻电影 没有之一 他也是无数人心中时空旅行的教科书 但他却也因为糟糕的骗名而逐渐被引使遗忘 可即便是这样 依旧有20多万人为他打出了8.2的高分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影片中所描述的未来 竟真的完美契合了当今社会的现状 时间先来到2035年 一场致命病毒的爆发 导致全世界将近51人死亡 极少数的幸存者们被迫躲进地下苟延残喘 此时 已经成为掌权者的科学家们研究出了时光机 但因为历史无法改变的原因 他们希望派人回到病毒爆发的1996年 找到当时释放病毒的12猴子军团后 从而拿到最原始的毒株研究出抗体和疫苗 这样他们才能够重新回到地面生活 但由于刚研究出的时光机还不够稳定 科学家们只能将实验对象放在死球身上 并且用立功就能免罪来吸引小白鼠们 可即便这样依旧没人想去 因为之前穿越的人不是消失了就是回来变成了智障 阿强荣幸地被选为了下一个实验对象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发生了 不靠谱的时光机竟把他送回了1990年 神情恍惚地他穿着唯一一条裤衩被抓进了警局 心理医生阿珍告诉他 他在大街上见人就念叨着末日和病毒 还把前来问询的警察直接揍进了医院 眼看着一脸智障的阿强完全无法沟通 警方也只能将他关进了精神病院 经过这一番折腾后 时空穿梭的后遗症也逐渐过去 清醒过来的阿强为了解释自己没病 将6年后12猴子军团会在世界范围内释放病毒 到时候会有50亿人即将死亡的真相告诉了他们 并不断强调着自己是从未来而来 眼看着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更加同情 阿强想到科学家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只要科学家间听到他的留言 自然就会为他证明这一切 但当他拨通电话 另一头却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嘱咐 阿强这才意识到 这个年代科学家们还没能用上这个号码 就这样 阿强彻底的坐实了他精神病院的身份 而在精神病院生活的这段时间里 阿强也认识了另一个病友皮特 相比于他来说 皮特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这天 他们看到电视里播放着人类科学家虐待动物的报道 阿强随口说了一句 而他的无心之言却被皮特记在了心里 感觉找到知音的皮特当场就决定帮阿强越语 于是不久后他就偷来了医院的钥匙 接着故意制造出混乱趁机让阿强逃走 但悲催的是阿强刚被注射完镇静剂 全身乏力神经恍惚的他 还没来得及走到门口就被赶来的护工抓住 接着医生先给他加大了镇静剂的用量 还将他暂时锁进了小黑屋 事后当阿珍还在不断地跟院长申诉着 不应该将阿强囚禁 并且他觉得自己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时 医院再度传来消息 被锁住的阿强突然凭空消失了 看着就算柯南来了都解不开的密室逃脱 所有人都懵逼了 原来不靠谱的科学家们总算想起了阿强 将他传送了回去 这一次科学家们得到了一段来自1996年的电话录音 录音里一个女人提供了12猴子军团的具体位置 但阿强却对此毫无印象 毕竟96年的事情跟90年的他屁毛钱关系都没有 科学家们这才知道传错了时间 接着他们又给阿强看了几张和12猴子军团相关的照片 让他震惊的是他竟看到了他的病友皮特 所以为了让他弄明白这一切 科学家们决定再让他穿越一次 然而这一次更离了个大步 浑身赤裸的他被送到了20世纪初的一战战场上 更悲催的是他还被战场上的榴弹击中了大头 而另一边 时间来到了1996年 当初稚嫩的心理医生阿珍 已经蜕变成了享誉全球的知名心理专家 他在讲座中正在科普卡山卓请解 并举例提到有个一战当中受伤的士兵 受伤后的他突然变得神经错乱了 不但宣称自己来自未来 还不断地强调着他在寻找一种会让人类灭绝的病菌 而这种病菌正是来自1996年 听到这里 台下的观众们哄堂大笑 因为他们依旧好好地坐在这里 并且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讲座结束后 准备回家的阿珍刚打开车门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将他绑架 男人挟持着阿珍让他开车前往费城 原来他正是总算被传送证据的阿强 阿珍此时也认出了这个六年前 从精神病院诡异消失的男人 他好奇地想要了解阿强是如何逃出来了 又为何一直盯着他不放 可听到阿强还是一脸坚持地表示他是来自未来 前往费城市继续寻找12猴子军团的时候 阿珍瞬间就没了继续交流的欲望 在路上 阿强无意中在收音机里听到新闻播报 一名小男孩掉进了废弃的坑道内后离奇失踪了 警方正在加派人手安排救援 阿强随口就对阿珍说道 这个小男孩只是恶作剧 他就藏在骨仓里 而阿珍还是选择继续无视他 中途休息的时候阿强又做梦了 他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反复做着同一个梦 梦里似乎是在机场内 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被枪杀的同时 另一个金发女人朝着男人飞奔而来 只是这一次他终于看清楚了金发女人竟然就是阿珍 惊醒后的他盯着被绑住的阿珍看了半天后 才意识到他跟梦里的女人发色不一样 不久后两人终于赶到了废城 这时阿强突然发现了路边墙上的12猴子军团的标志 就在他激动的跳下车查看时 本可以选择逃走的阿珍却犹豫了 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 在不知不觉中 他也慢慢开始相信了阿强说的那些话 就在他们沿着涂鸦标志一路寻找时 路边一个流浪汉的声音在阿强耳边响起 他让阿强别再白费力气了 科学家们什么都知道 他们在所有人的牙齿内装了追踪器 只有像我一样把所有牙齿敲掉才能躲过他们的追踪 看到这里阿强终于明白了 之前那么多传输过来的人失踪 原来只是不愿意回到冰冷的地下牢笼 他带着阿珍一路沿着标志继续寻找 在一家商店里他看到了三个年轻人 阿强通过他友好的询问下 终于了解到这里确实是十二猴子的秘密基地 而皮特正是他们组织的首领 原来皮特的父亲刚好是一名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病毒学家 而他成立组织的目的 也是为了抗议他父亲拿动物来做实验 只是最近皮特却反常地背叛了组织 还向公众大肆宣扬着他父亲实验的重要性 甚至主动担任了他父亲实验室的监管工作 听到这里 阿珍再也无法忽视所谓人类毁灭的预言了 而阿强也意识到了皮特突然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随后 阿珍先将阿强大腿里的子弹取了出来 接着两人便朝着皮特的家里赶去 见到皮特后 阿强直接表示他并不是来阻止他的计划 只想要得到原始毒株和资料 可没想到皮特却告诉他 他毁灭世界的想法正是被阿强在精神病院所启发的 听到这里的阿强差点直接崩溃 他无法相信世界毁灭的真相竟是源于他自己 重新见到阿珍后 又哭又笑的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他的意想 他宁愿他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这样他就能够永远留在这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此时警察也追了过来 还想着帮阿强掩护的阿珍刚一转头 就发现阿强再一次的凭空消失了 等到阿珍被安全救回后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小男孩获救的新闻 小男孩在骨仓里被找回 这一切竟真的像阿强说的那样是他的恶作剧 接着他又接到了警局朋友的电话 他们化验了从阿强腿上取出的子弹 居然真的是来自一战时期的老古董 不敢相信这一切的阿珍开始翻找起了他的资料 看到一张照片里果真出现了赤裸的阿强后 他彻底的相信了阿强是穿越者的现实 另一边 重新被传送回去的阿强受到了科学家们的热烈欢迎 因为他成功的找到了病毒的传播者 科学家们也遵守承诺给他颁布了特设例 并且告诉阿强他们马上就要成功了 但此时的阿强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在地表上呼吸到的新鲜空气 也无法忘记朝夕相处下善良纯洁的阿珍 于是他再次找到科学家们要求继续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而科学家们也考虑到他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后 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阿珍在彻底接受了他是穿越者的事实后 直接给皮特的父亲打来电话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儿子 尽管身为病毒学家的他认为只是无稽之谈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让助手升级了实验室的安保系统 等到再次穿越而来的阿强见到阿珍后 他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心声告诉了阿珍 而听到阿强的表白后 阿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爱上了阿强 为了能够彻底地留在这里 阿强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忍痛拔掉了自己可能被装上了追踪器的牙齿 可此时的阿珍依旧无法释怀他口中50亿人的生死 为了彻底地放下内心的顾虑 他决定再拨打一次阿强六年前打过的那个电话 很快 打完电话的阿珍兴奋极了 他告诉阿强电话另一头只是一家地毯清洁公司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科学家 这也就证明了也没有所谓的世界毁灭了 但当阿强听到阿珍还恶作剧般地留了言后 阿强没等阿珍说完 他就已经一字不落地抢先说出了他的留言 阿强这才意识到 他第一次穿越回去听到的电话录音竟是阿珍留下的 这残酷的真相让两人彻底认命了 既然无法改变这一切 那就只能享受最后的人生了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乔装打扮后的两人准备前往海边度过最后的时光 但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他们却遇到了全程大堵车 原来十二猴子军团将动物园的动物全部放了出来 并把科学家关进了笼子里以示抗议 听到这里阿珍再次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才是十二猴子军团的计划 可当两人赶到机场后 阿强看着这和他梦中一模一样的场景愣住 他终于意识到那或许并不是梦 而是因为他小时候确实来过这里 也在这里见到过金发的阿珍 但此时的阿珍看到有警察巡逻 害怕被发现的他只是不断催促着阿强尽快办理登机 来不及考虑太多 阿强临走前再次给地毯公司打了一个电话 表明自己不再回去的同时 也将十二猴子军团并不是病毒释放者的真相告知了他们 另一边 正在办理登机的阿珍见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眼前这个金发男诡异地购买了一周内前往全世界各地的机票 而他正是之前阿珍见面会上的狂热末日信徒 接着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后 他震惊地发现金发男另一个身份竟是病毒专家的助手 原来他才是释放病毒的元凶 阿珍慌忙地找到阿强后将真相告知了他 看到助手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安检 阿强二话没说直接闯了进去 可当他刚拔出手枪准备瞄准助手时 身后赶来的警察却提前一步一枪将他击毙 梦中的场景再次重现了 阿强中枪倒地 阿珍悲伤地朝着他扑来 这一幕也被一个小男孩看在了眼里 而他正是小时候的阿强 他看到了成年后的自己死在了自己眼前 也看到了阿珍痴痴地望着他露出了悲惨的笑容 时间终究是一个闭环 不仅让两人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牵绊 也让眼前的惨剧无限制地在两人生命里循环 电影的最后 助手成功地登上了飞机 而他身旁坐着的是早已等待多时的从未来而来的女科学家 他毅然决然地伸出了手 以生命的代价作为最后一道保险取回了原始毒株 I'm in insurance I'm in insurance